警方持居票与搜索票 破门而入客令嫌犯不准动 并当场查扣专用的手机 SIM卡及笔记型电脑等 这期罕见的信用卡盗刷案 被害人因为工作被派出国外 却陆续收到国内多家银行账单通知 莫名多了一堆卡债及贷款 警方接获报案组专案小组追查 才发现嫌犯利用被害人外泄了个资 伪造证件冒用被害人身份 四处申办信用卡及贷款 还在网路上盗刷消费购买商品后 再加以变现 不法获利达110万元 警方将全案以伪造文书及诈欺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流行主线也被警方申请积押获准 至于被害人各自如何外泄 警方还要继续调查 警方也呼吁民众及相关业者应该提高治安意识 多查证 千万不要点击可疑连结减少各自外泄风险 如果发现异常交易记录 应立即向所属金融机构反映指付停卡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